一场高调的国际婚礼即将在公众眼前展开 新郎的身份特殊 引人注目 他是霍启刚的兄弟 霍启人 霍家的显赫家事长久以来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而此次婚礼的新娘是一位泰国女士 这对新人的组合使得此次婚礼成为媒体的热点 赌王霍振婷的三子霍启人在社交网分享她的求婚喜讯 并配文生活有你更有趣 字里行间洋溢着幸福和甜蜜 照片中在宁静的河面上 一艘小船轻轻摇曳 霍启人深情款款的单膝下跪 为女友戴上了寓意爱情的戒指 这一刻的浪漫与感动 仿佛定格成了永恒 他们即将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共同书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篇章 从霍启人曝光的求婚照片来看 女友十分低调 只是穿一件普通的白色衬衣搭黑色长裤 而恰恰这种低调和普通 更符合霍家的家风 作为霍启刚的弟弟 霍启人的恋情始终备受外界关注 有不少人好奇 这个曾经叛逆不羁的问题少年 是如何完成蜕变 收获幸福的 事实上 每一个人的成长历程中 难免会经历迷茫 犯错和挫折 关键在于 是否有勇气去直面过去 反思自我 并以行动来弥补曾经的过失 霍启人用了五年的时间 去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去学习如何去爱与承担 她与南风细水长流 互相扶持 见证了彼此的成长 这份用心经营的感情 终于开花结果 让人们看到了她的改变和成熟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霍启人的求婚 也意味着她真正意识到了家庭的意义 她不再是那个 只知享乐的亡护子弟 而是一个准备肩负起责任的男人 未来 她将与南风携手 共同打造一个温馨的港湾 在那里 会有妻子的贴心 会有孩子的欢笑 会有父母的叮鸣 组建一个美满的家庭 给予所爱之人呵护与依靠 或许正是她向着人生新篇章 迈进的重要一步 对霍氏家族而言 子女的婚姻大事向来备受瞩目 身为妄族 她们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们 能够找到真挚的伴侣 开枝散叶 延续家族血脉 长子霍启刚与郭晶晶的婚姻 就树立了令人称献的典范 如今 霍启人也找到了心爱的女子 定下终身 家族上下无不感到欣慰 祝福这对家人株连毙和 早生贵子 展望未来 她们还将迎来二公子霍启山的家傲 届时三兄弟各自组建幸福的家庭 共同传承优良的家风 必将谱写霍氏家族新的华彩篇章 据悉 霍启人的女友是一位端庄秀丽的泰国女子 两人相识于一次国际活动 随后便陷入了爱河 虽然文化背景和国籍不同 但两人却能够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 共同走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如今 她们终于决定携手共度余生 这无疑是一段跨越国界的浪漫爱情故事 对于儿子的选择 母亲朱玲玲表示全力支持 作为一位曾经出生于缅甸的名愿 朱玲玲深知跨国婚姻的不易 但她也相信爱情的力量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她表示 只要两人真心相爱 相互尊重 就一定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 资料显示 霍启人是霍启刚的亲弟弟 是霍振廷的第三个儿子 也就是霍英东的第三个孙子 霍启人出生于1988年的中国香港 祖籍与霍启刚一样 都是广东潘芸人 值得一提的是 霍启人的母亲是朱玲玲 被誉为朱玲玲的来再来心肝 可见 朱玲玲对于霍启人 总是过分偏爱 豪门霍家的三位公子个个不凡 不知有多少姑娘 未与他们成婚而扯断了头花 而霍家长子霍启刚在娶到郭晶晶之后 夫妻二人琴瑟和鸣 十二年来恩爱如初 成为一时佳化 次子霍启山和妖子霍启人却一直没什么动静 两位似乎都最新事业 对感情生活没怎么顾得上 不少人都猜这两兄弟谁会先结婚 霍启人的动作反倒是比二哥霍启山更快一步 在江南水乡般的场景中 霍启人一脸认真 在画坊上担心跪地 深情款款地向他的女友求婚 霍启人的女友 现在的未婚妻是一名泰国人 有人说他的名字叫南风 曾经是一名模特 面对霍启人的求婚 他也发文回应道 生活因你而天天开心 在2019年两人第一次被狗仔拍到后 他们的爱情长跑已经持续了五年 期间两人也相当低调 一如他们大哥大嫂之间的爱情 南风佳境也算不错 在泰国当地算是小有佳姿 他本人虽然颜值不算出众 但是大气明媚 活泼爱笑 很受人喜欢 有人还觉得 霍启人的这位未婚妻 美眼与他的母亲朱玲玲有几分神似 霍家三公子这次修成正果 期间也没有什么其他传闻 或许这次确实是收了心 转了姓 想要好好过日子了 在之前 这位可是霍家最大的花花公子 霍启人虽然36岁 才向他的泰国女友南风求婚 但这不意味着他是个情场新手 相反 作为家中妖子 霍启人从小受尽父母宠爱 致使青年时期的霍启人身上 挂着叛逆的标签 在16岁时 他就热衷于参加派对 榴莲夜店 对那些投怀送抱的女人来者不惧 溺爱和纵容 让霍振婷和朱玲玲 对霍启人的教育无从下手 为了给他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 便将他送到了英国留学 希望他能在那里收收心 结果 年轻气盛的霍启人 非但没有如愿收心 反而在英国之后更显得天高任鸟飞 到最后竟闹出了人命 在英国其实也有很多派对 而且留学生之间也会互相组成圈子 在那时 他与Rebecca Lowe交往了很久 他也是一位富家千金 与霍家三公子很是相称 两人能走到一起 双方父母都乐见其成 然而恋情并没有束缚住年轻的霍启人 有了如花似玉的女友后仍不知足 他背着Rebecca Lowe在外偷吃 先是和女明星杨千佩不清不楚 在情场上 杨千佩要高出霍启人几个段位 两人见面没多久 就被杨千佩迷得晕头转向的 只是杨千佩操之过急 底气也不硬 在嫁入豪门的竞争中 被Rebecca Lowe驱逐出局 霍启人也否认两人在进行交往 回到了自己正牌女友身边 但此时的霍启人仍没有轻易收心 在之后 他与女友的闺蜜轻轻我我 两人满面笑容 手玩手逛街 之后更是在街上旁若无人地打拨 坐实了自身的出轨 女友在自己男友和自己闺蜜的双重背叛下 终于是没有承受的助打击 得了抑郁症 一心求死 先是在家搁腕 被发现后转移到医院 又跑到五楼一跃而下 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次的事情影响极为恶劣 霍家对霍启人严格禁足 他在公众面前消失了很长的时间 随着年纪的增长 整个人也懂得了含蓄低调 不再像年轻时那样锋芒毕露 如今他与泰国女友结婚在即 想来也是要接过家族重担 一改以往的浪子作风 相信在霍家老大的督促下 他能够洗心革面 不莫霍家家风 不莫霍家人